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家长会 也是奇奇妙妙中学的最后一年 现在这个gym里头 有一个家长会 总一的 然后再去分这个各自的班里 他们每节课都是在不同的教室上 然后有专门的课表 每天的课表都一样 都是这七节课 然后呢 每次都要走不同的教室 小奇奇还专门给我画了个图 怎么走 小奇奇第一节是数学课 我要找F105教室 小奇奇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在这上 F105数学 这是他们老师 这桌子这还有名字 小奇奇就坐这 在美国学校里老师的教室 办公室一般就是学生的教室 这个桌子是没有抽屉的 小奇奇第二节课是历史 156 这个小时 我刚进来看见我媳妇 因为小小二子的第一节课是在这上 他的第二节课就去别的地方 小奇奇奇好像和小二子一天这七节课里头只有三节课在一起上 你看老师的那个办公室在那就在他这个教室这块 所以每个教室老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装饰一些东西 很个性化的装饰 中国地图底下那岛都没有了 刚说马上就能碰我媳妇的结果就碰到了 第三节课是体育课上午第三节 每天就是这七节课轮翻了转 一样的顺序 我发现他们这些中学老师都有硕士文凭 至少是硕士文凭 还有一个是博士到目前为止 像刚才那个历史老师说 他们在这块呢 不去讲那些 他们会介绍一些比方说宗教的本质 但是不会去介绍各种不同的宗教 还有在历史上有一些 比方说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族群的人 都有分析的一些问题 他们也不讲 他们就告诉学生就是说 你要be open 接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没有哪个是绝对的对 没有哪个是绝对的错 比方说一些领土的争端啊 或者说一些什么呢 你告诉他们宗教的什么都不一样 就是be open 然后呢尽可能接受别人的观点 然后呢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你不能去反对别人 去让别人去干涉别人的信仰 或者说干涉别人的这个思想思维方式 体育课在这里头上室内的 所以夏天也不热 好冷啊这里头干净 每个学生有一个自己的柜子 校长办公室 美国绝大多数公立学校是没有那个 就是那个衣着的没有校服的 所以他们有专门的那个着衣的标准 不能穿的太紧身啊 都不会暴露啊 裙子必须要过西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体育课的时候 专门有那个上体育课要穿的衣服 就在刚才那个柜子里放着呢 每天上体育课之前要去换衣服 这是艺术科的教室 其面们在一起上 这就是极其和妙的刚才画的 海螺 这极其下一个是那个科学课 science 你看这边啊 那个就是老师其实就是 每个个老师自我介绍 他们用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介绍自己的家庭 这个还有大张照片什么 什么账物是干什么的 孩子是干什么的 然后介绍自己的学历啊 什么的 过去的经历什么的 我发现因为这个好学区嘛 所以我看他们老师招的全都是硕士 连个本科生都没有 那天我看琪妙妙在那画个什么东西了 然后跟这里挺像的 在哪呢 找着这小奇迹画的 没找着小二子 进到这里头看看教室里 教室里头怎么关了 刚才是实验室 这块是教室 所以这边的物理啊 生物化学都是在一节课里教的 下节课是外语课 其实这样呢这个学校的外语 他们有几种选择 有西班牙语 德语 法语 还有一个什么语言 我忘了 反正不是中文 我们认为西班牙语 在美国是最现实的 你学了以后 用处最大 所以他们学了选择西班牙语 在美国你会发现这些教室啊 什么都是封闭式的 所以学生基本上没有这么机会跳楼的那种感觉 无论是这个走廊还是教室都没有那个都没有那个窗户 或者说窗户都是关上打不开的 要碰到我媳妇了 吉姆姆在这一起上 你看说西班牙语的国家 整个南美都说了巴西 然后你看在欧洲 除了西班牙 葡萄牙语跟西班牙语特别近 然后呢 你会的西班牙语 法语 其实很多词汇也都会 一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也很接近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什么就是我的名字叫什么 小琪琪第七节课是那个英语 也就是他的语文课 他们的英语数学和科学 它分为那个高级班和那个普通班 你来了以后要先考个试 如果你考试通过的话 就给你调到高级班里 小琪琪的英语 也就是他的语文课 数学和science都是在高级班 妙妙也都是在高级班 这老师还是我的校友 这年让他们是在数学数学队 但是后来觉得数学队学的东西太简单 因为我们在这块给他报了一个 就是华人圈里头有一个数学老师 哈佛大学毕业的 他在这块开了一个 这个我们博明汉的华人圈里 开了一个数学班 然后我觉得他教的都特别好 而且毕竟是用 虽然也是用英文教 但毕竟都是华人孩子 肯定学的学的难 所以他们在这块学数学 就基本上就是属于 感觉是降维打尽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块浪费时间 还不如让他 就是今年就学 去把它调到那个艺术班 有那功夫还不是学学画画 每天下午是三点钟放学 然后呢 好多老师这个作业都特别少 这个老师说 他不爱留作业 没他知道这个好多孩子 这个放学以后 还有什么体育训练之类 像琪琪亮 他们所有训练都特别忙 所以基本上不留作业 我跟琪琪亮 每天那个作业 晚上回来花个十到十五分钟 就全都能做 所有的作业都能做 这还有免费拿东西的 我拿了个吃的 拿了两把尺子 这门出去就是以前的小学 所以他们是跟小学 共用同一个食堂 哦 咖喀特地在这吃饭 哦 这就是吃午饭的地方 他们是那种自助餐性之类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过来随便乘 这可以喝水 然后这些做卫生啊 有专门的人 从来不会让学生来 什么做大扫厨之类的 这个门平时家长是进不来的 有专门有个警察在那待着 你要想进来 要在这按一下 然后人家从那看你 你要 还要拿你的证件 什么都乱七八糟的 今天开教授会 所以只能来买点饭 没时间做饭 其实自己在家做了 好多好吃的 你看看 这才九月底 都开始准备万圣节的堂了 试试养奶酪 今天Sarcy吃的很丰盛 我们吃剩下的大葡萄 这个十块钱一盒 这个cheese 我们家Sarcy狗狗 特别爱吃这个 每次我都给他买这个 这还有 他们就爱吃这个cheese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整事物包装的莓果